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到了三段钟 先和大家看看A股的表现 上证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收到3252点 升23点 深证成份指数升198点 升幅1.8% 1182点 互芯300指数升61点 3925点 升幅1.6% 至于港股下午升幅扩大 现在恒指升335点 去到19744点水平 国企指数升155点 增长6731点 成交增大了 现在有893亿多 大家应该去憧憬 未来大陆会否有救市的措施 这次又和大家看看市场新闻 下午大家落出了全年业绩 顺利1.1亿 按年增长4.2倍 主要因为经济逐渐复苏 末期息派28港仙 按年增加5.5% 其内集团获得政府发放的 新冠肺炎资助4,090万 比上一个财政年度 获得1.28亿 减少大约6.8% 收入方面按年增长大约7% 其中香港收入增大约8% 但内地收入要倒退不够1% 那只大家落公布业绩后 暂时升幅有3.4% 最新有10.82% 暂时高位去过10.96% 另一只出了业绩的 还有178 莎莎 莎莎全年纯利5,824亿 上年要亏损3.4亿 换句话说公司亏损转型 莎莎就说 因为现在经营环境 面临疫情挑战刚刚过去 根据集团派发股息政策 以及实施负责任的风险管理 虽然业绩由亏损转型 但仍然不建议派发一个末期股息 但178的股价暂时未有受到影响 叫做靠寻岛 暂时准1.48% 正在一线 另外看看小鹏 小鹏在北京正式开放NGP 即高等级智能辅助驾驶 是第一个在北京城区开放的高阶价品牌 功能主要使用于北京各个环线 和主要快速公路 但今天的汽车股星 应该是炒舊市政策 又看看其他汽车股的表现 小鹏暂时升幅3% 最新长42.8% 升幅2.2% 但升幅明显收窄 今早曾经做过43.6% 966未来 暂时要偏远一点 跌回5毫子 最新长70.7% 看看理想升幅3.1% 最新长133.2% 最新长4.2% 龙头比亚迪 最新长3% 最新长266.8% 175方面 最新长1.7% 长期 最新长2% 旧市政策 亦都大家憧憬 有些内房方面的措施 另外 国家统计局 亦都公布了一些数据 5月份 商品房的销售额 按年增长大约8% 其中住宅的销售增长大约1.2% 销售面积方面 按年下跌大约1% 住宅销售面积增长大约2.3% 增长不算有什么突破 但今天看到内房股也有起息 1918再升大约7% 2007碧桂园上1.8.5% 暂时升大约5% 龙头6800升大约1.4% 最新长17.92% 市亦都刚刚超过900亿的成交 大家可以留意着 升势可不可以维持到 起码维持到政策出来 大家也都冲敬大陆 会有一些自己经济的政策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看看市 今日的成交 会否配合到大市的升势 这一节和大家跟进到这个线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直播文字 稍后再见